我对我的感觉非常清楚 你才十八岁 为什么偏偏是我的朋友 而且他的年纪比你大了这么多 走在一起能看吗 为什么你们只在乎年纪 不在乎我的感情 莫本如在最终和打他二十岁的男人 爱得坎坷 糟吧 糟吧 还好现实生活中 他的真命天子黄紫娇 打他十九岁 年纪身高完全零距离 这段爱情你们相差的年纪 十九 身高的差距 还好啦 零点几公分而已 那么爱计较 但平常我们出去他都是假脚脱的 都是平的 他其实蛮打破一些传统规则 他也很疼我啦 他也很配合我啦 他做什么事让你最感动呢 不买高跟鞋 真的啊 我们家柜子上 他买高跟鞋是我劝他买的 因为他说我平常穿不到啊 我跟你出去我怎么可能穿高跟鞋 我说没有没有没有 你这个是买的工作用的 备用的 所以他的高跟鞋反而都是我劝他买的 他跟我在一起之后就不太买有根的鞋 这也是他也很贴心的地方 假脚脱平底鞋 两人爱相随五年 真要说到贴心 孟耿如能舍弃约会 冲回家做这件事 让黄紫椒直呼更美了 居然看到狗卢在帮你亲狗狗的便 对 其实他每天都在亲啦 那天刚好特别美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把他截图下来 对 因为其实他自己也养狗 但他狗没有那么老 因为我这两年工作是真的比较繁忙 要出差 所以很庆幸遇到他 也愿意就是说 真的就是拔屎拔尿 他还是可以跟我聊得来 然后看艺术 做创作 看展览 吃美食 甚至帮我带我的老狗 拔屎拔尿 那就就是他啦 最后要谢谢我最心爱的 耿如 我是说我拿到两座个人奖 我就求婚 那今天只拿到一座 但是 但是我觉得不管拿几座 我们找时间就把婚结一结的吧 三年前 黄紫椒在京中50颁奖典礼 想对着他 突来了求婚 让观众惊喜 却让孟耿如大喊 要冷静一下 一等三年 46岁的黄紫椒 决定在生日宴上 酝酿求婚 我大概酝酿了几天 因为那个局很特别 我的师父在 我的徒弟在 我的老友在 我的战友在 我的兄弟在 我的好朋友 闺蜜都在 那比较遗憾的是 他的家人不在 因为那是我的生日嘛 然后我就想到 就让他人不在 对 那就求好 当你那个局 顺利完成之后 内心有很多的激动 那一天肯定是 开心 开心 然后 然后交代所有的 与会的人士都不准发 这照片都不能发 你交代大家不要 对 那我自己还是很亢奋 后来我就看着 看着这张大合照 还好吗 应该没有什么异状吧 然后就发出去了 后来呢 没多久 记者就打电话 他觉得手势很奇怪 他觉得手 他觉得 那我因为我是当事人 我会觉得说 还好吧 这很自然啊 你牵着他的手 露出了 对 这叫作 言者无心 观者有意 他就 那个记者看着看了 就觉得 这个手势一定有什么 打打反了 戒指吗 他就赶快打电话来 后来就 意外的就 这个照片就 已经被散播出去了 女主角角 这个刺激了 我跟你讲 这个很矛盾 又不太敢看 但是又想站在这里 见证这一切 怎么办 你不敢看啊 你不敢看 转过去啊 不要看啊 容許我就轉過去好了 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敢看 耿如抱抱 耿如 你開心嗎 逸文 沛佳 你們應該覺得很噁心吧 能一口氣連吃三斤拿下主持棒 愛情 事業 亮得意的黃紫嬌 人生四十六歲才真的想定下來 對家庭不是不憧憬 而是兒時少給的親情 讓他把家永遠擺在最後 你是阿嬤帶大的 阿嬤陪了不少時光 但是阿嬤也走得早 所以我真的十六歲以後 我就自己很孤單的 我就離開家獨立生活到現在 自己洗衣服 曬衣服 煮泡麵 那麼我的母親離開更早 她離開家裡的時候是十歲 所以我的親情這一塊 好像真的斷得很早 那麼你說是遺憾嗎 肯定是 你看我都過了三十個沒有家人的父親節 其實他們都在 可是我必須說我跟他們很不熟 老實說我跟我樓下秘書聊的天 都比我跟我爸多 那我要怎麼去演一個 爸我愛你 我覺得其實有點詭異了 我不知道觀眾能不能理解或認同 但是家家有本來你的境 這不是我選擇的 從母親離開家 到我必須離開我父親的家 我都不是我都不是我自願的 如果你了解我的成長背景的話 你就會發現家庭這件事情 我真的是放在很後面的 可能有工作 可能有興趣 可能有愛情 才是家庭 十六歲開始獨立 少了父愛莫愛的黃紫嬌 結婚生子曾遙不可及 為了婚後要不要生孩子 更讓他一度煎熬 嬌哥的那個計畫裡面 結婚就是生小孩 那是他的願望 其實我還是老話一句 我對家庭是有一點點擔心的 我對家庭是有一點點不安的 這個方面我是相對很負面的 就會比較謹慎 那我也不想說上一代的恩怨 要變成下一代的負擔 因此如果我要結 要生 就得保證這個事情是圓滿的 還有一個問題是 這個世界值得我再帶來一個孩子嗎 它會是一個美好的世界嗎 或者它能夠給世界貢獻美好嗎 這些都是我反覆 反覆在思考的 所以當他想要生的時候 我其實跟他溝通過很多次 我說你確定我們可以把孩子帶好嗎 好 那他怎麼說服你 他沒有說服我 他就是要 他就是 因為他說服不了我啊 但他就是要 他就是要 那就聽了 他如果要就來吧 對 我覺得基本上 我現在就是到了一種 可以 就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年紀 就是說 來就來 來 所以這個計畫 並不是我設定的 是他設定的 那我只是把這個計畫弄得稍微完整一點 就是說不要為了生孩子而放棄蜜月 我們可以提早 假設2020要結婚 那我也許2019先去蜜月 家庭的缺憾 讓紅子嬌對愛情的藍圖更要求完美 回首來時路 備受注目的嬌嬌 終於在此時 在對議的時間 遇見心底的百分百女孩 她幾乎是一百 哇 譬如說 我們在車上的時候 她會突然間 哼出一首照船的歌 是 那個歌都比她老 她為什麼會唱 那對於一個我愛音樂的人來講 我會很驚喜 我說 這個你也可以跟得上 那我們再來一首黃韻玲的 這個你也會 我是 我不騙你 我是驚訝的 因為她跟了媽媽聽了很多老歌 而且都記在腦海裡 也許就是等著跟我相遇吧